在今年七月底的時候呢 位在竹科的福昌半導體公司起火了 結果呢這場火不但燒毀了廠房 也讓一百位的員工沒有了工作 而且呢 員工還說 在上個月底呢 公司大裁員 把快要生產的孕婦 還有快要退休的中高齡的勞工都解雇了 所以今天他們到老委會陳情 福昌員工 拒絕失業 拒絕失業 福昌半導體的員工到老委會前面陳情 因為公司一口氣裁員一百名員工 田小姐說自己在公司待超過二十年 就快退休 卻被裁員無法接受 中高年紀的人有沒有 這樣子付出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很痛苦 我沒辦法接受這樣 我二十年你一場火災 就一直把我拆開了 公會表示公司有一百四十八人 留下來的都是主管 被裁員的不只中高齡勞工 還有快生產的孕婦 在協商期間 公司就強制把他們的勞健保退保 我們看到公司都還是在朝 繼續營運的方向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這麼果斷的 就在八月二十五號 裁了一百個人 勞委會表示福昌半導體公司 七月二十三號發生火災 因為廠房被燒掉 至少需要半年以上才能復工 因此公司方面在八月二十五號 已經依法提出大量解雇計畫書 既然目前有爭議 會要求地方勞工局介入協商 登對解雇的人員跟對象 還有解雇後的相關的這個給付呢 是還沒有達成協議 那這個超過這個十天之後 我們會要求這個新竹縣政府 這個介入來強制協商 福昌半導體公司公會表示 當初金融海嘯 大家配合公司修五星假 七月二十三號公司發生火災 大家也願意配合零六成星 供體時間的結果卻被裁員 要求主管機關為他們主持公道 記者跟資訊證據台北報導